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共频道 多多支持生活调查团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究竟今天调查些什么呢 我们立刻去片 现在踏入八月份 小朋友全部都放晒暑假了 讲到假期 自然少不了各种户外活动 大家也都知道 夏天的阳光又猛烈又毒 所以不少家长都喜欢 帮小朋友带回一副太阳镜 因为这样寄护眼 又可以扮梦傻枯 但是最近就有不少传言 小朋友戴了太阳眼镜 会影响视力发用 传言当中就说 小朋友是不可以戴这种 儿童太阳眼镜的 否则就会影响他们的视觉发育 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 事面上销售的这些儿童太阳眼镜 对于小朋友来说 又是不是安全的呢 这些儿童太阳眼镜 到底是护眼还是坏眼呢 传言变过 查了再说 我们开始展开调查 究竟传言是针对所有儿童太阳眼镜 还是部分质量不过关的太阳镜 或者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先调查传言的源头 看看这些传言是怎么说的 调查员在网上搜索到 十万六千条上关消息 而这些文章的标题 全部都是说要警惕儿童太阳眼镜 或者直接说太阳眼镜会双眼 或者是变弱子 而标题就没有说明 是怎样的儿童太阳眼镜 于是我们的调查员随间点入了其中一条链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一个临床病例 他就说有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 他每次出门都会戴上妈妈买给她的太阳眼镜 后来就出现了眼睛充血 还有红肿等等的症状 我们细心的调查员还注意到 这个案例并非是个别案例 而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也就是说这样的事 是经常会发生在小朋友身上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确有其事 冲血、红肿等症状 是不是就是太阳眼镜 影响视觉发育的证据呢 调查员随机去到一个儿童公园 发现来这里玩的小朋友还真是不少 事不宜迟 下面就一起问小朋友 哇 今天天气真是非常之好 阳光非常之灿烂 那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帮小朋友 都是戴着太阳眼镜出来玩的 那不知道他们戴太阳眼镜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眼睛肿痛 又或者是充血的情况呢 我们立刻去问一下他们先 哈喽 小朋友你们好 哈喽 想问一下你们平时 有没有戴这个太阳眼镜的习惯啊 有啊 有啊 那你们平时戴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说眼睛不舒服啊 那种种的 通通的感觉啊 没有 到没有吧 刚才小朋友就说到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不知道他们长时间佩戴的话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有请这帮小朋友 出去玩20分钟 那回来之后再问一下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好啦 你们去玩吧 好 快去玩 拜拜 拜拜 为了我们的调查 这九位小朋友会戴上不同的太阳眼镜 去到户外的游乐设施玩20分钟 20分钟过后 调查员被九位小朋友摘下了太阳眼镜 细心的调查员发现有好几个小朋友都不自觉地触眼 难道戴太阳眼镜真是令到他们的眼睛造成不声 不过调查员发现他们的眼睛并没有出现眼睛充血或者肿起身的症状 但是在询问过后 小朋友就说刚刚摘下太阳眼镜的时候 就有那么一下会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这个算不算是儿童太阳眼镜影响视力发育的证据呢 我们下面来问一下专监 原来一时的看不清 并不是这个太阳眼镜造成的 而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当我们突然之间脱下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 因为阳光太残眼 瞳孔变小 所以我们就看不清了 等同于我们平时在晚刻的时候 突然之间在黑暗当中开灯 也都会有一瞬间看不清的情况是一样的 经过前面的调查 我们发现小朋友在戴太阳眼镜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其他不适的症状 那太阳眼镜会双眼这个传言 究竟是空着来风 还是我们的调查员在前面调查 传言的源头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本着求征的精神 调查人岁因就决定 再次调查传言的源头 我之前搜索的时候 发现一共有10万6千条信息 哇 这个数字实在太庞大了 我之前看的时候 可能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街坊朋友 一定是看过这条传言的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要跟他们谈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回来 平时会不会买太阳眼镜被小朋友戴的 不会啊 没有 没有 很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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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没有 没有买过 没有 有 有 没有 听别人讲好像说 小朋友戴了会看书的 会看书啊 听说是这样讲 就说他太阳眼镜里面是有高速的 这个我不清楚 不然就听别人是这样讲 就是那个什么街面有什么度数的 我听别人说过 提起过 说这种眼镜呢 对小孩子的视力会有点影响 就是听人家说他的镜片有那个度数 所以啊 所以我不敢跟他们戴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我们在街坊的朋友当中的话中 还原了传言 那综合多个街坊朋友描述的传言 他说目前市场上面的太阳眼镜质量 残切不齐 其中有些产品 并具有防备紫外线的功能 小朋友戴上了 不单止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相反会影响视力发育 引发软视近视等眼镇 为什么这个太阳眼镜 就会引发起这个软视近视等等的问题呢 我查过了相关的文章 他就说 有些太阳眼镜 它的制作工艺就比较粗糙 有些就出现了这个水波纹 令到原本平光的镜片就加了这个倒数 小朋友长期佩戴的话 就会出现了这个头痛 头云 眼花等等的症状 甚至乎出现了这个视力下降的问题 之所以传言说太阳镜会双眼 主意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儿童太阳眼镜 并具备防止外线的功能 第二就是因为制作工艺 令到镜片会出现水波纹 从而令到原本应该平光的镜片 大上了倒数 长期大的话会令到小朋友的视力下降 传言当中就说这个儿童眼镜 是不防止外线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紫外线 而造成儿童伤眼的呢 说到这个紫外线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经常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听到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在自然界中 特别是太阳辐射 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能的紫外线 那么这些紫外线呢 可以直接伤害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眼睛 原来光是分为可见光和不可见光 而波长短于400纳米的光线 由于最接近可见光的紫色波段 但是又无法被人类查尖 于是我们就称它们为紫外线 这些的紫外线由于是不可见光 所以经常都会受到人们的忽视 那么紫外线对正眼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呢 那么对眼部的伤害呢 由外而内可以伤害我们的角膜 我们的精状体 我们的视网膜 来自于视网膜最重要的黄斑区 那么所以这种伤害 随着紫外线不同波段的 穿透力的不一样 可以伤害我们整个眼球的全程 眼科专家就表示 这个紫外线是看不到的 但是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伤害 紫外线的波长短能量高 其实它的伤害就更加大 所以我们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 保护我们的眼睛是非常之有必要的 那么究竟这个儿童太阳眼镜 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言所说 不能够阻挡紫外线呢 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儿童太阳眼镜竟然不可以遮挡紫外线 它会对小朋友造成什么危害呢 我们又要怎样才能买到 安全的儿童太阳眼镜呢 下次回来我们继续调查 大家看到桌面上 已经摆着六款儿童太阳眼镜了 看上去真的什么颜色都有五彩纷纷 非常之趣 从外形方面 当然是拿满分的了 但是不知道它能不能够阻挡 那些拥有强穿透力的紫外线呢 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立刻开始进行试验 在桌面上面 除了这些儿童太阳眼镜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可以发出紫外线的紫光灯了 这一次我们使用的 是可以发出365纳米的紫外线的 专业鉴定紫光灯 我手上拿的这支东西就叫做紫光灯了 首先我们先照到这张100元的银纸上面 如果它是照得出100元的水印的话 就证明这支紫光灯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我们看到很清楚地看到100元银纸上的水印了 就证明这盏灯是可以用的 经过瑞因的仔细查看之后 这一次参加测试的6个儿童太阳眼镜样品中 只有2号和4号 这两款儿童太阳眼镜样品 没有防护紫外线作用 通过这个戴有紫外线的紫光灯做检测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 6个太阳眼镜里面 有两个是不能够阻挡 这个波长为365纳的紫外线 我们之前也知道阳光当中的紫外线 它是低于400mm 和我们的紫光灯还是有35mm的差距 所以我决定要把这6款太阳眼镜 立刻拿去户外做个实验 好了 我现在就在八云区的儿童公园 现在的时间就是一日之中最热 和紫外线最强的时候 就是中午的1点钟了 大家看到我身后其实也有很多家长 会带着他们的小朋友出来玩 究竟现在的阳光这么猛 他们的光照度又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光照强度的检测仪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好了 那我们现在屏幕上面显示 就是22400厘克斯 温度是31.8摄氏度的 转过来看看 看到我们这里已经准备了几样东西了 首先就是6款不同的儿童太阳眼镜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指示卡 是什么指示卡呢 那就是指外线强度的指示卡了 那大家看到这张指示卡中间是有一个白色的小纸片的 那一会儿我们就会拿这个中间作为测试 如果这些太阳眼镜是可以成功阻挡指外线的话 那它的颜色是保持不变的 但是如果它是不可以阻挡指外线的话 那中间的这个白色小纸片就会变成了紫色的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了 在这6款太阳眼镜的镜片底下 各放一张指外线强度指示卡 并拿出第7张指示卡放在一起 不做任何的遮挡 直接布在太阳底下作为空白对照 哇 漫长的20分钟终于过去了 中午1点钟的太阳实在太猛了 20分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现在的温度和指外线强度是多少 哇 我们看到现在的温度是高了成几度的 看到屏幕上面的是34.3摄氏度 怪不得刚才这么热 再来看它上面的光照强度是48700克斯 20分钟过去了 那我们是时候看看现在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 经过这次的实验 我们发现实验结果和前面的指外线检测的结果一战 只有2号和4号 这两款儿童太阳眼镜样品没有防止外线作用 那抛开这两款太阳眼镜不说了 另外那4款儿童太阳眼镜的样品 是不是可以100%阻挡到指外线呢 只要从我们这个观察性的实验来看 是没有办法实实在在的证明我们这个实验结果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正确的数据来支撑着我们的实验结果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将这6副的太阳眼镜 立即送过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医生用专业的仪器检测镜片的指外线强度 并且将数据正确到0.01 检测结果和前面我们自己做的两次实验的结果一致 这两款太阳眼镜是不可以完全过滤指外线 并且有一副太阳眼镜的UV指数只有390 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太阳眼镜的质量不过关呢 那么我们太阳眼镜的质量 首先要体现在它的防护性 那么它的防护性是否达标 就似乎于它对我们的紫外线的吸收度 可见光的吸收度 能不能达到义气的效果 那么由于太阳眼镜它本身会使瞳孔扩大 那么所以国家也制定了对平光眼镜 太阳镜的这种吸收紫外线的一个标准 就要求它要对紫外线的吸收度达到95% 那么也就是说只有5%以下的紫外线 能够通过这个镜片 那么当然100%的吸收当然就更理想 那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对紫外线专业的检测设备来检测 专家也说只要这个儿童太阳眼镜可以挡住95%的紫外线 就是一个合格的儿童太阳眼镜 如果我们买的儿童太阳眼镜没有防止外线作用的话 小朋友戴着这样的太阳镜上街 虽然可以挡住一点的可见光 但是紫外线还是会直射入眼 严重起床可能会灼伤那眼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购买 在太阳镜的儿童太阳眼镜 那么太阳眼镜作为一种防护眼镜 那么它在它的标签和产品说明上面 国家会要求对这种功能性的产品 必须说明它的功能要如实的反应 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标签和说明书上 提供它对紫外线吸收的参数 那我们最常见到的可以在太阳镜的标签上看到 UV400这个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意思就是说 对于400纳米以下的全波段的紫外线 就有完全吸收的功能 另一个标识就是紫外线的透过率 对紫外线的吸收率可以标识在 作为参数标识在标签和说明书上面 经过专家的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这六款儿童太阳眼镜 都可以从不同程度上去防紫外线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全然的第二部分 它就说这个太阳眼镜片是大有度数的 如果小朋友佩戴的话 就会造成视力下降 有没有那么严重 医生用专业的检测而测镜片 并将数据正确到0.01 检测结果显示 这六款儿童太阳眼镜在近线 散光和三菱镜等光学性能 就有不同的度数 近似度数普遍在6-7度左右 散光度数最高去到13度 最低也有3-4度 而三菱镜度数就在1-2度左右 好 检测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这些太阳眼镜多的话 就会有十几度的近视又或者是散光 小的话就会有3-4度的不差 如果小朋友佩戴了这些有度数的太阳眼镜的话 是不是会导致他们的视力下降呢 如果以平光的光学要求来讲呢 它也是有一个光学质量要求的 那么镜片作为一个平光镜片 它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控制的问题 它可能会产生有球镜度数 闪光度数和人镜度数 那么这几个度数的产生都会使我们这个镜片的光学性能下降 从而看东西造成模糊扭曲变形 使人产生头晕疲劳的感觉 专家说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家标准 平光镜顶朝度允许如果在正乎9度之内 都是属于合理的不差范围 不会造成视力下降 但有些质量低劣的商品度数偏差较大 对佩戴者产生的损害就越大 小朋友长时间佩戴就会造成视力下降 不知道这个佩戴太阳眼镜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那么儿童要具备一些条件以后 就可以佩戴太阳镜了 一个是有一定的发育成熟度 比如说到了五六岁以上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妥善地自行佩戴眼镜 保管眼镜 他的鼻梁和皮肤脸部的结构都已经相对地比较成熟了 能够承受太阳镜的配戴 那么这样的话不必要进行过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担忧 原来这个小朋友戴太阳眼镜不是说想戴就可以戴的 关于怎样去选购这个儿童太阳眼镜的方面 我们的专家又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太阳眼镜镜片它的颜色有色彩的分别和颜色深浅的分别 那其中颜色深浅度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选择的一个标准 那么越是在太阳辐射很强的地方 我们会采用颜色深一点的太阳眼镜 那么第二呢就是色彩 也对太阳镜片的这种色彩的取向 跟我们眼健康的关系 那么也是我们许多人很多市民都是在关注的 那么从这个光线对眼睛的刺激和影响来讲 我们对眼睛舒适度最大的就是以灰褐色 蓝褐褐这一类的颜色以灰度为主的这种今天的颜色 对我们的眼睛的刺激是最小的 那么我们专家已经给出了不少关于选购儿童太阳眼镜方面的一些建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呢 那么那些年龄相对小一点 暂时未学会自己去除戴这个太阳眼镜的小朋友 也都可以买一顶帽回来大厦 这样也是有效地遮截外线的 生活调查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一般来讲截外线最大值出现在中午的12点前后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夏天 要尽可能避免在这段时间进行室外活动 即使是冬天晒太阳 都应该选在上午10点前 或者是下午3点之后的黄金时段 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 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我们节目组专程派了特派员 拿着丰厚的礼品专门送到你家 如果我们去到你家 你是收看生活调查团 并且可以顺利回答出我们问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份丰厚的礼品了 是不是很轻松呢 准备好了吗 我们已经来到你家门口了 这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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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栏目的编导 我今天就要送黎品到你家 好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在看什么电视 正好在看你们的节目 生活调查团是吗 那可不可以开门给我看 好 好 谢谢 真的在看我们的节目 阿姨 那今期的节目的主持是谁 Beyond Beyond 是吗 我就多谢你对我们节目一直的支持 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送出的礼品 我请你收下它 谢谢 谢谢 你们这个节目做得很好 可以将生活小节息传给我们 阿姨我就见你这么喜欢我们节目 而且一直有关注 那我们就坐下慢慢谈两句 好 阿姨 那你平时也有看我们节目的 对吗 有 那我们节目是哪个频道逐播出的 广东公共频道 广东公共频道 那我们节目是几时播的 8点半到9点 记得很清楚 那有没有对我们哪个主持 会比较印象深刻一点 奇奇 奇奇 对吗 对 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 好了 那我手上还有一个小礼品 那一会我就问阿姨 你两个关于这期节目的小问题 那如果你回答对了的话 这个小礼品也会送给你的 阿姨那刚才节目说 要多久换一次牙塔最健康呢 三个月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放在厕所里面的牙塔 是否比那个马桶的细菌要多呢 是啊 刚才节目是这样说的 嗯 好了 那你已经回答对了两个问题了 那这个小礼品也会送给你的 好 谢谢 全言片讲 查了再讲 好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